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近日全国各地雷雨天气频繁 而近期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 雷击导致的人身伤亡的事件 着实令人感到惋惜心痛 那雷雨天我们如何做好防雷措施 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呢 打雷本身是一种 大自然的放电现象 在雷雨天 高山 高大的建筑 大树都容易遭受雷击 但如果是人身处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下 也可能会引雷 导致雷击事件的发生 我们如果在室外 一是水体 二不要自己成为突起物 就是这两类你一定要是注意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你不要在那个突起物的附近 包括独立的这种大树 铁塔 因为它引雷而影响到你 伤害到你 专家告诉我们 雷电发生时 我们尤其要注意远离一岛电的水体 在郊外要远离稻田 河塘 水池 在市区要远离露天泳池以及河道 此外 雷雨交加的暴雨天 如果已经发生城市内涝 一定不要贸然汤水 否则也有被雷击触电的风险 在雷电发生时 如果您正身处在山顶 大型广场 足球场等相对空旷的场地 遭遇雷击的风险会大大提高 此时一定要采取适当的防雷措施 我们还是就是要抓住这个原则 你不要自己成为一个吐气物 更不能说这个吐气物 还有容易倒电的这种金属物体 你避免了这一些 你至少的风险要降低很多 在真的雷电的时候 第一要扫动 第二要蹲下来低洼地方去躲避 有建筑物的情况下 还是到建筑物里面去躲避 雷电发生时 如果您正身处空旷地带 一定不要再撑伞或接打手机 更不要急于奔跑躲避 因为在奔跑过程中 两脚间可能会形成跨步电压差 同样会增加雷击风险 户外正确的避雷姿势是 双脚并拢 缩成一团蹲下 确定雷电已经真正地远离您了 才能起身 看到闪电 再听到雷声 这个过程不足30秒的时候 你可以判定你在雷区了 就是你是有可能受到雷电影响或者伤害了 所以必须采取措施 还有一个就是当雷电 或者说最后一次雷声 停止以后30分钟过后 应该说整个这个雷暴 已经远离你这个区域了 现如今我们的城市中 楼宇以及线路 管路 一般都有避雷措施 但室内雷击的风险却依然存在 因此雷雨天 我们就算待在室内 也有些事是要特别注意的 即便在室内 就是我们还是在雷击的过程中 尽量不要去碰一些东西 比如说暖气片这种金属的 比如说太阳能源热水器的使用 比如说有线电话 而且有可能的话 提前把你这个家里面的电气设备 物理断电 但是这个段一定要记住 不是在已经打雷的过程中 那个风险更大 所以我们在室内如果使用一些 无线设备包括手机 比如PED甚至于电脑 如果你这个时候 正好是都插在电源插座上 再使用 那么风险实际上同样存在 雷电发生时 如果您正身处室外 一定要远离水体 以及树木 铁塔 广告牌等 孤立高大的物体 最好在坚固的建筑物里 暂时躲避 如果雷机发生时 身处室内也要注意 不要触碰门窗 暖气等金属管路 以防触电危险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